在街上的時候,我們要細心觀察狗隻的行為 如果狗隻需要便療,我們應該先在地上鋪好吸水墊 如果狗隻不小心弄髒了公共地方,就要立即清潔 注意到現在有很多狗在狗隻的大小耳邊之後 用水、漂白水、稀釋或沖流在地上的療液 但這個方法其實是不正確的 所以應該要好好利用吸水物料 拆乾淨遺留在地上的療液 然後氣質在教訓箱或垃圾桶裡 煎好、包好、氣質好、環境衛生齊做好 歐門是我家齊來清潔他